先在后看养成习惯 我第一次出差 妻子却劈腿他的白月光 当洗车小哥从我副驾驶底下 剪出条丝袜时 我麻了 丝袜确实是我女朋友的 但这车我一直没开 好好好 我让他开我的车 他的车也有人替我开了 是吧 丝袜皱巴巴的 我一接过来 就看到上面有 好几处已经干涸变硬的斑块 那是什么 男人一看就懂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最近这一周 我出差 车都是女朋友在开 今天他不在家 我把车开出来洗一洗 没想到却看到了 这震惊恶心的一幕 不敢多想 不敢细想 煎熬着等车洗完以后 我火速开车回家 在地下车库 我心情复杂地 开始翻看行车记录仪 虽然已经预想到了 是什么情况 可真听到的那一刻 我四肢发麻 如坠冰枯 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柳如烟各种因词浪涌不断 尺度之大令我则舌 我完全想象不到 在我面前 像来清雅咸镜 如女神般的柳如烟 这粗气说 当然是你了 那个黄脸婆 我多看一眼多嫌烦 这没你大 这没你细 这没你软 这没你白 哎呀 别恰人家 会疼的 那我比你男人怎么样 你干嘛要跟一个提款机比吗 提款机 原来我在他心目中 只是一个提款机 怒火烧的胸口快要炸开 我听到柳如烟 在结束后问对方学长 一会回公司吗 学长 那公司原来是他 柳如烟公司的经理 叫陈济峰 跟他同一所大学毕业 比他高十几级 而且我清楚地记得 这男的已经结婚了 看起来特别正派的一个人 打死我都想不到 柳如烟竟然背着我跟他苟姐 我不懂为什么 相处两年 我自问对柳如烟 是掏心掏肺的好 跟我住一起后 所有的开销我负责 每天接送他上下班 担心他吃外卖不健康 只要不加班我就做饭 记住他所有喜欢的 和不喜欢的生活细节 连他弟的工作 都是我托人给找的 而且就在不久前 我爸妈跟他爸妈 已经见过了面 两家计划着年底就结婚 我哭坐在车里抽了半包烟 准备回家的时候 柳如烟打来电话 老公 你去哪了 把车也开走了 我洗车去了 洗车 怎么突然想到去洗车了 柳如烟的声音 忽然多了几分紧张 反正今天周末 没事吗 那现在洗完了吗 马上就到家了 好 那你快点回来 下车之前 我忍着恶心 把丝袜重新 塞回了副驾驶的座位下面 回去后 我绝口不提刚才的事 柳如烟却突然说 自己口红可能掉在车里了 要去找找 柳如烟拿着车钥匙 急急出门了 我收起了笑容 十几分钟后 人回来了 脸上神情明显轻松多了 对了老公 过几天我爸妈来试理 想跟你一起吃个饭 商量下咱们结婚的事情 你可要好好表现哦 我心下了然 只怕别的事 商不商量都不是重点 彩礼能给多少 才是头等大事 看着他的脸 就忍不住想到他 说我只是个提款机 想到他跟别的男人 在车里那些不堪入耳的声音 用了什么姿势 什么表情 到底背着我睡了多少次 是不是每次都在我的车里 可笑的是 我还一直以为 柳如烟是个极其单纯的女孩 听我说几个黄段子就会脸红 对小三渣男深恶痛绝 可结果呢 他自己就是个劈腿渣男的小三 越想越疯 脸上表情都不自觉争鸣了几分 抱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还长得这么好看 本想找个借口说不去 话到嘴边 我改了主意 好 咱俩结婚的事情 一定不让叔叔阿姨失望 第二天 我去车里 副驾驶底下的丝袜已经不见了 包括那晚的行车记录 呵呵 没关系 老子早就已经备份了 我去查了陈继枫的底细 原来他不带有老婆 孩子都上小学了 陈继枫在家里和外人面前口碑很好 是平易近人的领导 是顾家疼老婆的好男人 是称职尽心的爸爸 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俨然就是一副人生赢家的样子 这让我更不爽了 我找人跟了他几天 没拍到他和柳如烟私混 却拍到了他竟然还偷偷包养了一个女大学生 他给女大学生租了的房子 不定时就会跑去找他 狗东西玩得挺花呀 我开通了一个新手机号 每天半夜两点给陈继枫打电话 对面接通了我就不说话 连续三次以后 陈继枫把我抽骂了一顿 然后拉黑了 我还是用这个号给他老婆发短信 不说别的 只说三个字 黄脸婆 陈继枫老婆有没有闹我不知道 但是陈继枫显然要疯了 换他开始给我打电话 我不接他就发短信 操你妈 你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 再来骚扰我们 我就报警 我乐了 他敢报警吗 这招打草惊蛇挺管用 陈继枫好几天都没去公司上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婆在家跟他闹 我偷看了柳如燕微信 他假惺惺的以同事的口吻 询问陈继枫怎么没来上班 对方根本就没回他 反正跟柳如燕爸妈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整个人明显情绪不太好 神情奄奄的 一直看着手机 不怎么说话 几杯酒下肚 柳如燕他爸就上脸了 带着酒舌头跟我说话 楚云飞 你跟燕燕两个人能成 我们做家长的特别高兴 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的 没吃过苦 我跟他妈都是拼命给他最好的条件 现在我们两个就希望他能嫁个好人家 别委屈他 能好好对他 呵护他我点头 叔叔 您说的对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对燕燕 这辈子都不会对不起他 他妈这时插嘴 我不知道你们家是怎么打算的 反正我们这边呢 嫁女儿彩礼都是这个数 他妈竖起两根手指头 我当然不会天真的以为 他说的是两万块 但是二十万他也真敢要 我早打听过了 柳如燕他家那边的行情 不过就是六万六 八万八 不过我没多嘴 只是点头负荷 应该的应该的 他妈继续 我女儿学历高 工作好 一米七的个子 还长得这么好看 对 更别说我跟他爸这些年 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成人 阿姨您说的对 我都懂了 他爸打了个酒格 重重拍着我的肩 所以我打断他的话 所以我跟我爸妈商量过了 结婚我家出五十万彩礼 叔叔阿姨 你们看得怎么样 当当当 他妈因为太激动 手里的茶杯一个没拿稳 掉在了地上 多多少 他爸眼珠子猛得瞪大 瞬间酒都醒了 柳如燕眼睛一亮 终于抬起来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握住他的手 燕燕乖巧董事 对我又好 跟我谈了两年 我们感情稳固 叔叔阿姨 你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 嫁到我家 我家彩礼多出点是应该的 小飞啊呀 你们这 他爸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 我就说我看人的眼光不会差的 把燕燕交给你 我跟他妈是一百个放心 他爸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 他妈忙不迭地点头 对对 楚云飞这孩子 我打第一次见就觉得靠谱 我笑了笑 什么靠谱不靠谱的 无非还是钱到位了才靠谱 我偷听了柳如燕 跟他爸妈打电话 老两口态度很明确 彩礼能多要就多要 嫁长能不出就不出 到时候钱全部拿来补贴 给他递买婚房 现在我直接承诺五十万 别说房子 装修前都有了 他们能不高兴吗 叔叔 我的话还没说完 我看着柳如燕 一字一句认真道 现在的房子 是我爸妈全款给我买的 我打算婚前再买一套学位房 以后孩子上学用 名字就只写奄奄一个人的 毕竟他嫁给了我 我要给他最大的安全感 和最好的保障 柳如燕直接震惊了 呆了好几秒 才结结巴巴地问我 老公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重重点头 画饼吗 当然是 怎么缘怎么来 他爸妈更是喜得 不知道该说什么 赶紧给我又加菜又倒酒 要把我往天上夸 一家三口 此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 谁都没注意到 我眼底的冷意 笑吧 现在多高兴 等到最后就有多失望 这巨大的落差 不知道他们顶不顶得住 当天晚上 柳如燕在床上一反常态 特别热情 只可惜 我对他的心已经彻底死了 第二天 我就找借口 跟柳如燕大吵了一架 从前我俩有分歧闹矛盾 不管谁对谁错 我都会先认错 然后去哄他 最后再买个礼物赔罪 所以在他的认知里 理所应当都应该是我退让 可我这次偏步 柳如燕懵了 他大概是想不通 昨晚还好好的 我跟他爸妈保证会好好对他 结果今天就跟他吵得这么厉害 而且我是头一次 被他指着鼻子痛骂 把他平时各种毛病和问题 都毫不客气地指出来 他简直又惊又喜 楚云飞 你吼我 你居然敢吼我 别说吼你 要是现在可以的话 我都想抽你 柳如燕 咱俩都要结婚了 我希望你也好好想一想 成熟一点 不要总是这么任性 我冷冷说出这句话 然后把门重重一摔 走人 我跟柳如燕开始冷战了 冷了几天 大概是一直没 等到我像以前一样来认错 柳如燕竟破天荒 头一次对我服软 可惜我不领情 还冷嘲热讽了几句 他被我哄惯了 我的态度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 当即对我大骂 楚云飞 你有本事就继续这样 你别后悔 柳如燕住到闺蜜家去了 他爸妈打电话来劝和的时候 早就被同步发到了家里的平板上 我提前蹲守在酒店外头 等了一个多小时 果然让我等到了那家伙 陈继峰 陈继峰鬼鬼祟祟的 戴着口罩上了电梯 我也跟上去 等他上了五楼某个房间以后 我掏出手机通风报信 兄弟 报仇的机会来了 往死里打 四十分钟后 一个穿皮衣的高个子男孩 带着两个黄毛来了 三个人看上去都不超过二十岁 各个手里拎着一根棒球棍 三人直奔柳如燕 和陈继峰的那个房间 你好 客房服务高个子模仿的有模有样 门果然被打开了 看清楚人以后 他二话不说一棒子先挥过去 我擦你妈 三个人都上了房间 柳如燕的尖叫声响起来 五楼的住客陆陆续续打开门 探出头 我捏着嗓子喊了声505在桌间 众人一听都来精神了 立刻不矜持了 纷纷跑出来看热闹 我混在人群里 打开手机录像 此时陈继峰已经被两个黄毛按在地上 而柳如燕似乎是刚刚洗了澡 头发湿漉漉的 浑身上下只裹了一条浴巾 吓得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一眼就看到他胸前和背后全是草莓硬 棒球棍狠狠抽在陈继峰背上 疼得他跟杀猪一样叫 别打了呀 别打了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到底是谁啊 气头上的三个人怎么可能听他的 陈继峰叫得越惨 他们下手越重 妈的 还有力气叫呢 搁几个再用点力 陈继峰平时穿上西装 人母狗样 道貌岸然 现在就下半身穿了条大裤衩 被揍到鼻青脸肿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求生欲望让他忍不住求饶 你们肯定是认错人了呀 我求求你们别打了 高个子一脚踩在陈继峰脸上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陈继峰呜呜呜呜的说不出话 我问你 那女的是你老婆吗 陈继峰心虚 当然不敢承认 门口的吃瓜群众已经聊起来了 那女的看面相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一脸骚痒 嘖嘖嘖 这么年轻跟一个老男人胡什么呀 前辈还能是什么呀 所以说白了 跟出来卖的没什么区别 哥们这种女朋友赶紧分 不然保不起哪天又给你戴绿帽子 柳如烟听着众人对她的议论 简直羞愤欲死 她弱弱地说 我不是她女朋友 我跟她根本就不认识 你就说你俩是不是偷情吧 一时间各种难听的话都骂出来 柳如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她气得浑身颤抖 我们是正常谈恋爱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高个子冷笑一声 恋爱 那你报啊 陈继枫本来蜷缩在地上哼紧 一听到报警立刻挣扎起来 爷 不能报警 高个子给了陈继枫一个大饼洞 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不能报警 陈继枫一个劲求饶 高个子又轮圆了胳膊 继续一个大饼洞 陈继枫鼻血狂飙 老子问你为什么不能报警 因为如 如果报了警 我老婆势必会知道她出轨的事 搞不好我包养女大学生的事 也会被报出来 我这种所谓的成功人士 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名声一回 我就完了 直到酒店的经理和保安上来 这场闹剧被终止了 吃瓜群众意犹未尽的坐鸟受散 我也赶紧撤 这个高个子男孩 就是被陈继枫包养的 女大学生的男朋友 我找到他 把我拍到的证据给他看 还跟他说 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出警 保证这个老色P不敢报警 可怜陈继枫被人打上了猪头 还不知道打他的人到底是谁 一切都跟我预想的一样顺利 我把提前编辑好的短信 给柳如烟发过去 宝贝 我反思了下自己的错误 我不应该跟你吵架 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应该有一个丈夫的担当 包容你爱护你 不能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原谅我好吗 你快点回来吧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爱你的妃当天晚上 柳如烟回来了 她眼睛红肿 撇着嘴不说话 我做出惊喜的样子 宝贝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可能是因为白天的事情 对她造成的影响还在 她情绪低落 淡淡的我虽然回来了 不代表我马上就原谅你 还是要看你表现 这几天我们分房睡 呵呵 是怕我看到陈继峰 留在她身上的那些痕迹吧 心里比一 我嘴上还是说着好好好 都听你的 做戏要做足 第二天我就带着她看房去了 三室两厅的 南北通透的 一楼有院子 顶楼带露台的 几天跑了七八个售楼部 看了几十个样板房 我从头到尾就一句话 房子是给你买的 你喜欢哪个 我们就买哪个 柳如烟明明心里开心死了 表面上还要给我端着女神的架子 无论看到哪个 都说不是很满意 再看看吧 她对我始终不冷不热 也不知道是不是 还对陈继峰念念不忘 可陈继峰却开始怀疑她 半夜给她发消息 问给她老婆发骚扰短信 还有开房被别人知道的事 是不是跟她有关 柳如烟怒了 微信里痛斥陈继峰没良心 说自己因为那件事 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她居然怀疑她 陈继峰语气很烦躁 你摇拨的我 现在搞得好像 我一直缠着你不放你 两个人最后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而柳如烟她妈知道 这几天我俩和好了 还看起了房子 给我打电话 小飞啊 阿姨想再求你一个事 就是奄奄她弟 你之前帮她找的那份工作 她上了一阵子 觉得不太合心意 你看能不能再帮她重新找一份 卧槽 当好工作是大白菜啊 也不看看你儿子 什么学历什么本事 就她儿子现在的这份工作 还是我动用了不少人情 才安排上去的 现在他们说换就换 如果是以前的我 听到这话肯定不开心 不过现在我完全无所谓 一个饼也是话 两个饼也是话 阿姨 就只是您放心 包在我身上 小飞 阿姨还怕你为难呢 你要给办成了 我们全家都感谢你 我吃笑一声 知道我为难 还不是舔着脸开口 我特别诚恳地说道 我跟燕燕马上结婚了 她弟弟就是我弟弟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她妈大喜 对 都是一家人 带着柳如烟 看了两个礼拜房子 最后确定了一家 大开发商的新楼盘 她总算是开心了 和陈继峰开房被捉的影响 似乎也慢慢消减了 老公 周六我们公司 有个大型的展览活动 下午结束以后 你来接一下我 还有周日开盘 咱们一定要一大早就过去 晚了好楼层就被抢走了 柳如烟兴兴致勃勃地 规划着周末的安排 我勾起嘴角 这个周六 势必将是柳如烟最难忘一天 周六一大早 我开车将她送到了场馆 柳如烟上去以后 我没有立刻离开 因为柳如烟形象好 公司安排她作为门面担当 在展会上 负责给客户们做宣传讲解 而陈继峰身为公司的经理 也在现场 两个人见了面 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互相避嫌 我偷偷给陈继峰拍了一张照片 粗略看了看 她公司今天至少有一半人在现场 很好 这场戏观众不多 可就不精彩了 我还用上次用的那个手机号 给陈继峰老婆发了条消息 黄脸婆 她不爱你了 你知不知道 她跟我才是真爱 她抱着我的时候说 你胸小妖粗没情趣 我都觉得你可怜 我要是你就赶紧离婚让位 紧接着我又给她发了一段录音 正是陈继峰和柳如烟 在我车里胡搞的时候的对话 铁证如山 她老婆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 我按下了接通键 你到底是谁 听得出来 她已经在暴怒的边缘了 我挂了电话 把刚拍的陈继峰照片发过去 顺带加了一句话 想不到吧 我跟陈经理每天都可以见到 希希 对了 跟你说一声 今天晚上她要晚点回去 也可能不回去了 让我想想 今天我们是在车里呢 还是去酒店呢 嚣张 真是太嚣张了 任何一个女人 看到小三这种挑衅的感性 不可能做得住 柳如烟 今天穿着一身浅紫色的商务套装 包屯裙恰到好处地 修饰了她的身材 她自信满满地 在讲台上介绍产品 接受着众人欣赏和惊艳的眼神 嘴角带着得体的笑 眼神不经意间流露出几分自得 突然 一个身影冲上台 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柳如烟没防备 被打得一个猎切 差点没站稳 台下众人也是被吓了一跳 你就是柳如烟是吧 只见一个中年女人满面怒意 对着柳如烟又扇了起来 柳如烟被动不已 被抓着头发结结实实 挨了不少耳光 她尖叫着往后躲 高跟鞋被电线缠住 差点摔倒走光 再看陈继风 人已经傻了 像被人定在了原地一样 动也不动 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 赶紧上去 把怒火中的女人拉开 与人由不解气 一脸猙獰的大骂 臭婊子 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 你很光荣是吗 敢勾引我老公 柳如烟头发凌乱 左脸肿的老高 被人扶起来以后 气得直哭 你才是婊子 我根本不认识你 有几个跟柳如烟关系好的同事 纷纷帮他说话 大婶 你怎么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人 人家如烟是有男朋友的 马上就要结婚了 怎么可能做小三 如烟 报警吧 一个年龄大点的人 应该是认识陈继风的老婆 十一着说道 张姐 你肯定是误会了如烟 如烟跟陈经理 在公司连话都很少说的 陈继风老婆弄骂 误会个屁 婊子 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装你妈 装 你自己做过什么亏心事 你自己知道 又一个人过来劝姐 张姐 这不管怎么说 今天是公司的展会 有什么还是私下解决的好 陈继风老婆根本不听 四处张望的大喊 陈继风 人呢 给我滚出来 而陈继风本人 再也没办法装安纯 他仗着红着脸 走过去拉自己老婆 老婆 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 他老婆反手给了他一巴掌 毁你麻痹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跟这个女的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陈继风一脸难堪 刘如烟这才意识到 眼前暴打自己的女人 居然就是陈继风的老婆 此时 场馆内的人 陆陆续续都凑了过来 公司同事 高层领导 重要客户 个个都盯着陈继风 他们几个三三两两的 低声说着什么 眼看场面 闹得越来越难看 陈继风就差给他老婆跪下 老婆 你真的误会了 我绝对没有对不起你啊 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 还狡辩是吧 来 你自己看 他老婆把手机贴他脸上 陈继风看到短信 面色一变 老婆 我真的是无辜的 你不知道这女的有多见 都是她勾引我在先 我什么都没做 一定是她怀恨在心 故意挑拨我们 柳如烟猛地抬头 不可置信地看向陈继风 陈继风继续骂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从入职开始就骚扰我 我拒绝过她很多次 为了给彼此留点脸面 才没在公司拆穿她 可我真的没想到 我的心软会让她越来越过分 没想到啊 陈继风一番话说的冠冕堂皇 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柳如烟却被她塑造成了一个 用尽手段 勾引上司的无耻女 偏偏陈继风 平日里伪装得太好 认识她的人 都当她是个正人君子 心里自动就会觉得 她说的话更加可靠 而刚刚帮柳如烟说话的几个人 此刻都面带尴尬 纷纷不动声色离她远了点 柳如烟还处在震惊中 正正盯着陈继风 陈继风转身哀求她老婆 老婆 求求你了 咱们先回家好不好 今天是公司的重要活动 不能因为我的事而被影响 陈继风老婆铁青着脸 到底是稍微冷静下来了一些 没有继续大闹 陈继风 你个王八蛋 是你当初跟我说 你对你老婆没感情了 是你不停地骚扰我 是你怕 柳如烟被陈继风 一巴掌扇倒在地 谁都没料到这一出 所有人惊呆了 柳如烟今天的脸是没法看了 这夫妻俩的巴掌 是全冲着她一个人来的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只有我老婆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玩意 你能跟我老婆比 你再对我死缠烂打不放 我不会放过你 陈继风邪恶地瞪了她一眼 拖住老婆的手就要离开 陈继风 这是你逼我的 柳如烟彻底破防了 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对着众人喊起来 你们还不知道吧 陈继风瞒着公司 吃了供应商不少回扣 他还在私底下 把公司人都骂了个遍 说刘总学历低 除了抽烟喝酒 就只会瞎指挥 说其秘书是靠着裙带关系 才进了公司 说市场部的人是酒囊饭袋 说人事不过就是大厂才掉的 成天装牛逼 说开发拿钱不干时 都是一群没有产出的废物 好家伙 好家伙 这波发挥连我都没有预料到 陈继风老脸煞白 嘴角一抽一抽 你他妈放屁 柳如烟已经豁出去了 可陈继风不一样 他是公司的元老 是下属们尊敬的领导 现在老婆闹到公司展会上 已经把所有脸都丢光了 柳如烟更是给了他一记重磅炸弹 难以想象他还怎么在公司人面前 抬得起头来 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心满意足地提前离开了 毕竟我还有另一场戏 需要去亲自安排 也是我送给柳如烟的 最后一份大礼 我在下午约定的时间 给柳如烟打电话 他告诉我公司给了别的安排 结束时间不定 晚上他自己打车回来就行 我说好的 一定要早点回来 注意安全 晚上九点 我家客厅里满满当当的全市人 柳如烟爸妈 他弟 他好闺蜜 他 高中同学 他大学设友 他大舅 他二姑 总之能叫的我都叫来了 柳如烟他妈不无得意地跟亲戚们炫耀 房子已经看好了 两个孩子明天就去福定金 烟烟这丫头命真是好 也是大哥大嫂 你们有福气 我淡淡笑道 阿姨 还有件事差点忘记跟您说 我朋友他爸有个厂 大姨特别好 我朋友说 看在我的面子上 一定把烟烟他弟的工作 给解决了 小飞真的呀 哎呀那太好了 柳如烟他爸妈笑得嘴多和不拢 其他人聚是一脸艳险 这时门外密码所解锁的声音响起 狠懂事地纷纷找借口离开了 我示意众人安静 然后关掉了灯 柳如烟一上门 看到的就是被烛光照亮的餐桌上 铺满了玫瑰花瓣 旁边墙上用气球组成了一句 Marry me 音响里播放着轻柔优美的轻音乐 我拿着一颗拉大钻戒 单膝跪地 宝贝 嫁给我好吗 柳如烟彻底愣住了 我离得近 能看到他脸上红肿 还没彻底消退 虽然用厚厚的粉盖着 但整个人看起来颇有几分憔悴 我对着后面做了个手势 啪 灯光亮起 身后的人齐齐大喊 嫁给他吧 柳如烟又吃了一惊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还有烟烟 快同意啊 众人看他一直傻愣着 纷纷催促 我继续深情款款地表白 柳如烟女士偷走了楚云飞的心 让他魂前梦营 茶饭不思 罪大恶极 现在他本人要对你做出惩罚 罚你跟他在一起 行妻是一辈子 一番土味情话说的柳如烟感动不已 捂着嘴眼泪啪啪啪啪掉 被外头的野男人伤透了心 回家去有人傻钱多的老实人 及时送上温暖 这一天 情绪的大起大落 足以击溃柳如烟内心 他终于点头 这时候我解除了口袋里的手机静音 来电铃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 看到上面的消息 面色一变 他爸忍不住小声提醒我 小飞 这时候怎么能看手机呢 废话 就要这时候看才能起到最佳效果 我没理会他 直接点开手机里的视频 当然 我没忘了把声音调到最大 务必保证屋里的人都能听到 我不是他女朋友 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你就说你俩是不是偷情吧 我们是正常谈恋爱 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恋爱 那你报啊 也不能报警 柳如烟就在我对面 手机里的画面他看得最清楚 煞时间 他脸上血色褪劲 站在我附近的人也都看到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柳如烟 这是什么 柳如烟惊惊慌失措地看着我 想说什么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妈妈隐约意识到不对劲 过来一把夺走我的手机 等看到自己女儿只裹着浴巾 跟一个衣衫不整的中年男人 在酒店里的时候 差点没晕过去 他把眉头越皱越深 屋子里骤然安静 显得手机里的声音更加清晰 那女的看面相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一脸搔痒 嘖嘖嘖 这么年轻就跟一个老男人 补什么样 前辈还能是什么样 所以说白了 跟出来卖的没什么区别 柳如烟苍白着脸 羞愤交加 他的亲戚姐妹以及同学们 很懂事地纷纷找借口离开了 最后 只剩下他爸妈和他弟 他弟一开口就直奔重点 姐 这男的是谁啊 看上去至少四十了 逗 你口味也太重了吧 大妈踢了他一脚 让他闭嘴 我深吸一口气 我认得他是你们公司的 对吧 柳如烟头埋得更低了 为什么 从我在车里发现那条丝袜开始 我就想问他这个问题 忍了这么多天 今天终于可以当面问出来 柳如烟咬着唇 还是不说话 可那微微颤抖的指尖 暴露了他此刻内心的慌张 说呀 什么 我怒吼一声 柳如烟吓得一哆嗦 眼泪立刻就出来了 他爸忍不住骂 没出息的东西 你还有脸哭 你把老柳家的脸都丢尽了 小飞对你不好吗 难道你缺钱花吗 我心灰意冷 我满心欢喜地 准备着咱们两个人的婚礼 一心想着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一切 可现在看来 都是我一厢情愿 柳如烟捂着嘴摇头 不是不是 我举起钻戒 从阳台上把他丢了出去 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别 小飞 你这孩子 真是何必呢 好好的东西扔了干什么用 柳如烟吧 妈脸色一变 都为那颗大钻戒心疼不已 我可不心疼 毕竟只是拼兮兮二十块买的道具吧 柳如烟 咱俩结束了 柳如烟身子一震 一把抓住我的袖子 不 老公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别这么狠心 我答应你的求婚好不好 我答应你 我甩开她的手 没想到 向来高傲的柳如烟 竟然跪在了我面前 老公 我求求你 柳如烟她爸也劝我 小飞 这死丫头是对不起你 你打她也行 骂她也好 但是你们毕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马上又要结婚了 千万不要冲动 想决定开什么玩笑呢 让我心甘情愿做个忍者神规 我柔柔没心 叔叔 阿姨 你们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说吧我就上了卧室 把门反锁 任凭柳如烟在外头怎么好 我都不开门 柳如烟她弟是个没心没肺的 在客厅大声问 妈 那我换工作那是 姐夫还能给我爸吗 还有我姐看中的房子 明天不是就开盘了吗 她妈突然变得很烦躁 你少说两句吧 她爸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你说这都叫什么事 想批吃呢 五十万彩礼 一套学位房 高薪工作 面子里 从柳如烟出轨被公开的那一刻 就化为乌有了 一阵沉默之后 柳如烟她爸抱走了柳如烟 边走边骂 抽死你个不要脸的蠢东西 客厅里一阵霹雳狂 伴随着柳如烟的哭声 她爸的咒骂 回忆说我怎么怎么对她好 她当初怎么怎么爱我 哭诉这两年的感情 她真的很在乎 说她真的不能没有我 呵呵 是不能没有我这个提款机吧 我回她 如果说我现在还愿意娶你 但是没有彩礼 没有房子 之前说好的都不会再有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柳如烟以为有希望了 激动的秒回 我愿意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愿意 我冷笑一声 不好意思 可我不愿意 现在就算你倒贴 我也不可能娶你 我不想下半辈子一看到你 就想起那个老男人 她爸妈又来找了我好几次 提着礼物 恳求我不要这么绝情 还说柳如烟在家不吃不喝 都开始绝食了 我把陈继峰的手机号 和家里地址给了他们 他俩好歹有过感情 又是上司又是学长 想必是愿意开解他的 你们找他呗 陈继峰那边 听说他老婆跟他闹得更厉害 不但要离婚 还要求他谨慎出户 两个孩子都不许跟他 陈继峰疲于应付老婆 还要面对公司众人的指指点点 最后终于不得不卷铺盖走 但是公司可没那么简单 就放过他 失回扣的事情在调查 他极有可能地坐牢 柳如烟就更不用说了 他早就没脸去公司了 在线上办理了离职 连交接都没做 而那天的求婚现场 他同学朋友亲戚都在 常言道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现在他的好名声 在熟人圈子里 已经被彻底传开了 听说他爸妈天天在家骂他 连他弟都对他怨言不断 我换了门上的密码锁 把柳如烟在我这里的东西 通通打包 找了个货拉拉给他送回了家 至此 我跟柳如烟彻底断绝了关系 我没想到柳如烟还赶来找我 他在地下车库堵住了我 楚楚可怜地诉说着 这段时间对我的愧疚和思念 说他真的很爱很爱我 也无比后悔 问我能不能 原谅他那唯一一次的错误 我是真佩服他的厚脸皮 我笑了笑 说了一句话 那条丝袜 我看见了 不过呢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柳如烟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我车里的那条丝袜 你可别说不是 你的提管机也是有脾气的 柳如烟 你真的很贱 柳如烟瞳孔猛的一锁 我上了车 扬长而去 后视镜里 柳如烟像是突然 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一样 跌坐在地 半年后 朋友们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 有个朋友向我透露 说柳如烟现在几乎每天都在相亲 要求特高 不但要有房有车 还得再买一套房写他名字 爸妈要求结婚的话 南方彩礼必须五十万 我靠 他是相钻的呀 提这种要求 我乐了 看来半年前我给画的大饼 他们一家子还没消化完 还做着不切实际的美梦 不过呢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